好 这是游戏规则啊 这个游戏呢其实在现实过程中也是蛮多的 只要是你看啊 炒房 炒房是不是就这个游戏 然后这个房价本来是一万 然后只要一人买 变一万五了 再一人买 变两万了 再一人买 变两万五了 对吧 一直炒炒炒 炒到后来 总有一天崩开一万 炒股也是这样 股价不能往上升 那总有人怎么样 最后比较说 哎 你掉下来的时候 对吧 这就代表什么一波牛市 那就是代表一波牛市嘛 它不往里面 只要继续继续 只要有人推进去 那么怎么 它因为不这样推高股价 不这样推高房价 对吧 好了 那么你想 哎 如果你是第一个人 你首先能做决策 对吧 那你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啊 我们找个同学来问一下好了啊 然后我们就这边的同学好了啊 我问你了 如果你是第一个人啊 现在让你在四十和十之间选 比方说 如果你要结束的话 你可以拿四十块钱 对吧 然后对方呢 拿十块钱 如果你要再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啊 那么现在问你 如果现在让你做选择 你会怎么选 你是决定结束还是继续 那个潜在里面是别人的钱 还是他们两个人 不是他们两个人 你是另外给别人给他们的钱 所以你在这里是你选择继续还是选择结束 你选择继续对吧 你说我要继续 好继续啊 第一个人他选择继续啊 那么如果你是第二个人啊 那么你现在在这个位置 你是第二个人啊 在这里啊 那你是选择结束还是选择继续 你结束啊 为什么继续说啊 为什么继续说啊 没有啊 你有没有理解 如果你要继续的话 这个钱还是不断多起来的 这样啊 你在这里 你选择结束的理由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 因为你已经给你结合他利益了 你这点钱啊 这大方法啊 那你们有力去大方法啊 就没有了 不问你的 我们还不问你东西吧 你这么说 就是 如果我是第二个人 我会在第二个人 我会在第二个人结束 你会在这里 这里是结束还是继续 结束 那这里你也结束啊 我以为你是继续的 为什么你会结束 为什么你会结束 因为第五次就会结束 就全部都结束了 那可能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第一个人会 在这种情况下 在第四轮的时候 肯定会去结束 那第一个人在 就是第四轮的话 一路过一个 你比三小 他们一个留在第三个人结束 二的时候 第二人就配到自己 这样 这样是吧 哦 你就用那个倒退的方式来 来理解了啊 就是说你先从这里来看 对吧 我们在以终为此 的时候做决策 对吧 如果我们一直到最后的话 没有不散人厌弃 对吧 到最后 如果一直往到最后 那肯定 到最后的时候 第一个人肯定会结束 对吧 他不结束也得结束了 对吧 所以到这个时候一定是结束了 对吧 好 那么既然这个时候一定是结束了 所以 如果到完到这里的话 他一定结束了吧 如果既然你 第二个人会想 对吧 如果我们完到这里 你肯定结束了 那么既然是肯定结束的话 那我在这里应该怎么样 应该结束 因为如果我要再继续的话 那最后我只有160了 我在这里结束 我可以拿320的吧 所以既然你肯定会结束的话 那我这里当然应该结束 好 所以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说 我这里一定会结束的吧 那么既然第二个人 这里一定会结束的话 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人 那感觉第一个人 你在这里肯定会结束的话 那我在这里怎么样 那就是刚刚要结束了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里肯定会结束了嘛 因为你知道我这里 一定会结束嘛 所以你在这里结束 那么既然你在这里 那我在这里就要结束了 好了 那么既然第一个人 在这里肯定会结束的话 那么第二个人 他说在这里怎么样 结束了 那我当然要结束了 如果你在晚 你要结束了嘛 那我只有一半了 那我还不如80来 对吧 OK 在这个游戏中 两个人可可以交流 哦 对 我们一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就是双向匿命 就不能串谋 对吧 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你们是不见面的 双向匿命的 对 刚刚我没解释 双向匿命 就没有就是大人有和谋 这种什么的 你说钱拿回去回去再分 没有这个道理 双向匿命很要紧 双向匿命 对吧 好 所以既然这里会结束 那我这里就结束 对吧 所以怎么样 这个同学说 那我就在这里结束 对吧 所以这些事命怎么样 其实你应该在这里结束 是不是 对吧 所以 通过刚下分析 大家懂个什么道理啊 就懂这么个道理 就什么呢 你想想看 既然大数 我们一定复会分锁的话 那大一还太独裂了 对不对 是不是个道理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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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人就说了吗 对 恋爱什么 恋爱 就像是良人在拉皮筋嘛 受伤的 永远都是那个不愿意放手 那叫人 对吧 你老不肯放手 人家已经跟你结束了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人家可能是另外一 找新妾子去了 对吧 对吧 然后你怎么样 牙盆同志 还在那里根根根一会 不太可能对吧 所以怎么样 所以这里面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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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什么时候结束 一把一 我是第一个 哎 不对 什么时候结束 先放手 很简单 在对方结束之前怎么样 先结束 我就先结束 对吧 哎 就是在对方结束之前 我要先结束 对吧 比方说 对方在这里结束 那我就在这里结束 如果对方在这里结束 对吧 在对方结束之前 我要先结束 对不对 好了 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结束在开始之前 结束在开始之前 总结了 对吧 好了 那我再问你啊 哎 如果说 你看看啊 你看 如果说 那么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已经说过了吧 对吧 那从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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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对方结束之前 结束 那么一开始就结束了嘛 但事实上 人 会不会这么理性啊 不会 刚才这东西就没想到这一点啊 对吧 就在实际中的博弈中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啊 大家看 我给你证明他们一个真实的游戏的结果 玩了很多次 当然 他不是用美元 是用美分 因为要省钱嘛 用美分 啊 结果发现里面啊 一开始就结束了 只有8% 并没有想到那么多 在第二第三个结束最多的 对吧 特别让我想的东西 还有最后 还有百分之二的人 玩到最后了 真不容易啊 他玩到最后了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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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第一次的一个 博弈的结果啊 我 再问你们的问题啊 你想 如果同样是B学生 第一次玩好以后啊 是第一次结果 对吧 如果让这些学生 再玩第二遍的话 第一次玩好以后 再玩第二遍的话 那 这边的比例上升 还那边的比例上升 对 左边的比例会上升 为什么左边比例会上升 因为第一次玩好以后 有一半的人 都后悔自己 为什么不找人结束 懂了吧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边 这边后面的夜人 他们都在想 肯定有一半的人 好悔 哎呀我早点结束 是不是可以拿得更多了 所以他们说 那我要早点结束就好了 那么第二次在玩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怎么样 就继续找个结束 对吧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你练得谈多以后 就不会再爱了嘛 对吧 因为你受过伤 对不对 你想要算了 别开始了 因为你已经受过伤了 对吧 对吧 所以你看看 看起来 我们通过这样的博弈 让自己变得更精明了 对吧 但最后总的收益是增加还是减少的 减少了 减少了 哎 看起来大家都玩精了 玩聪明了 但是总的收益反而更少 对吧 来 你知道我聪明版被聪明了 好 那我再问你 如果你是第一个人 对吧 你要 你说如果第一个人啊 你在什么情况下面 你会继续 第一个人 除非他相信对方会继续 那你怎么样 就要继续吧 那如果对方接受 那你当然要结束了 那如果你认为对方会继续的话 怎么样 那 在这里 就是 四倍了吧 就 就反过来就这么说 就 只要对方会继续 怎么样 那你就怎么样 就继续 对吧 就像这个炒房炒股一样 只要还有更多的人进来 那怎么样 那你就要买进 对吧 还有后面还有接盘的嘛 只要有人接盘你就要买进 对吧 然后更多的价格就卖给他 对吧 所以好 那么只要有人进 你知道对方愿意继续 你就继续对吧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那么对方他在什么情况上面愿意继续 除非他相信你还会继续的时候 他会继续吧 对不对 除非他认为你还会继续 那么他就会继续吧 到他这里就会继续吧 那么怎么样让对方相信你会继续呢 除非他认为你是一个很傻的人 对吧 如果他认为你很精明的话 那他想到你肯定不会继续了吧 那现在你肯定不会继续 那我早点结束上了嘛 对吧 所以什么呢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事 对吧 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人家反而不愿意跟你合作 对吧 所以我要说的是 如果因为对方眼中的你的傻 而让对方更愿意跟你去来合作的话 那何乐不为 对吧 哎 我记得有一次啊 那个中央店在不去采访那个李嘉诚 对吧 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 然后我们合伙做生意 家里我们说赚一百万 我们收好一个人一半 好 之后赚了一百万 他说我赚了一百万以后怎么样 收好一个人一半的啊 他说那我最后实际上 我是给他六 我自己拿四 再拿多一点 对吧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 那你们不是收好一半的吗 为什么要给他六 你自己拿四呢 他说 我就是要让对方觉得 跟我做生意 跟我合作 他是赚的最多的 那么怎么样 那么他现在还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那肯定愿意他 对吧 哎 他说以前是我去找生意做 后来就生意来找我做 他都愿意跟他合作 为什么 如果在跟他合作 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 对吧 这其实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那个余敏猴 给同学打开水的这个故事一样 在大学里面不是老是给同学打开水 对吧 一直吃水里面一开水 他说你怎么还不去打啊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嘛 对吧 他还愿意付出 对吧 后来他去找同学来创业的时候 他说那你看 你那时候那么愿意给我们打开水 啊 意思是吧 那我们你就愿意怎么样 相信你 是跟我文会的吗 来共享我们的收益 对吧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叫大字怎么样 各位 对吧 哎 就实际上怎么样 就是我们 特别你学完这个课以后 你敢说 哎呦我学了博弈的 好像我很厉害的 很精明的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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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呢 再来玩第二个游戏 啊 第二个游戏呢 比第一个游戏要复杂一点啊 第一个游戏呢 可能能知道 啊 这个网上也看到过这个游戏的啊 第二个游戏呢 估计你们可能 从来没听说过 怎么玩的呢 是这样玩的 啊 我们给大家再发一张纸条啊 然后呢 哪个同学 写五个数 啊 对 不是写一个 写五个啊 好 写完五个数以后呢 然后怎么样 然后 这大于0的自然数 可以超过100啊 可以超过100 五个数里面 如果有一个数 是我们所有同学里面 所写的数是最小的 最小的 你说那不是1吗 但是在没有重合的情况上 对的 如果别人写1 你写1 就没用了 如果别人写2 你写2也没用了 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跟别人写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哎 对吧 就是 这就来考你什么呢 不走寻 不走寻常路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吧 然后给你五次机会 你可以写五个数 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写五个数 对吧 然后我们写完以后 怎么样 哎 然后呢 让我们再统计这个结果 看谁写的数 五个里面 只有一个啊 是 在我们这么多数里面 怎么样 最小的 又 是怎么样 没有重复 哎 对 这个就难了